越来光顾这位小老弟了 活得好好的啊 真是一只倔强的牛乱狗 情愿在外面海洞受恶 也愿意跟我回家享福 就是这么厉害 杀我混熟了一些 可能是因为个头长大的原因 我之前那么当小 今天又跟小家伙带了个新的垫子 我们这边冬天比较冷 最近都是零度 怕它扛不住 还挺喜欢的啊 我说我说 这边就是它的狗啊 那里面还跟它放了个垫子 两个垫子这样也暖和一点 下面跟它垫了一点石头 这样下雨的话 那就拎不到了 这是今天跟它准备的货食 一盒罐头 看它挺喜欢吃这个罐头的 每次都是吃一盒 然后在它窝那里跟它留一盒 那是刚刚拿下的 收下两下又喝酒就掉了 就是小白狗真的挺有脾气的 好倔强 谁的话都不听啊 你给吃的给喝的没问题 当时你想带它走的话 真的是超困的 现在警惕性还是很高啊 胃不熟啊 这狗子胃不熟 为了个别月了 还是这个样子 这样没人伤害它的话 这样活着也挺好的 隔两天过来给它送一只狗粮就OK了 又跟它开了一盒罐头 狗粮水都跟它准备好了 好精啊看到没 哼真的是好精的超精 瞧瞧我要走了 我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 每次都是这种结局收场 你说在哪带着走 就这样挺好的啊 隔两年过来握它一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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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